美国东部时间12月2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首次将美台资深降临与防务官员交流的条文纳入法案 对此台湾当局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华盛顿表示感谢 中国外交部2号回应称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开地时倒车 此外台湾海军联合海军首门在太平岛搞了一次人道救援演习 蔡英文此前曾特别指示 要将太平岛打造成各国可用的人道救援中心和补给基地 有台湾专家指出各国指的就是美国 对此国台办回应是 南沙群岛包括太平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维护赌产 所以最近蔡英文的小动作还确实不少 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和提问 有一位叫做白草卫的台湾网友给我们发来问题 我们看一下她想为什么 您好 我是台湾网友 我很关心太平岛问题 听说蔡英文最近要将太平岛导臣打造成国际人道救援中心 但是却在太平岛上安装了雷达跟天津设备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难道蔡英文真的要将太平岛出界给美军 当成军事基地吗 我想请教专家有关于这些问题 对于大陆后续的影响 这是一位岛内的小朋友 他尤其关心太平岛会不会租界给美军 打造成军事基地 对大陆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还是来听一听 台北大学的郑又平教授 他怎么看吧 郑老师 蔡英文表面上要把太平岛建成国际人道救援和运步的基地 事实上它是以人道救援为借口 而将美国军方逐步的引入太平岛 先前台军在岛上所部署的L型波段雷达 可以侦测到者壁岛与牛鼠岛 收集到的情报据传还会跟美军连线分享 这种部署绝对是美国政府默许同意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协助美军来监视掌控南海的情况 装设雷达跟监听设备只是一个预备动作 而进行人道救援演习 是要放风向球来测试政治水温 由此观之 我们确实不能够排除蔡英文未来 有可能把太平岛出现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 上任以来 蔡英文一直拒绝接受九二同事 使两岸关系陷入了一个僵局 对南海的U型线 她从来不表明立场模糊已对 更对南海仲裁案结果从来不强烈抗议 她也不反对日本对冲之鸟礁的违法主张 外界不禁要质疑 蔡英文是不是有可能背弃民族大义 甘愿去做美国的马建筑呢 现在新当选的特朗普团队 对台政策虽然还没有明朗化 但是我们综合研判各种迹象 就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自为重要 但是美国政府的新旧执政团队 在交接之际都毫不放弃玩弄台湾派 蔡英文明显采取的是连美亲日的路线 面对这种情势 我们尤其要审慎应对 千万不可以大意 更要画下明确的红线 警告民进党政府 不可以放弃U型线 更不可以将太平岛出借给美国或日本 作为军事用途 一些景覆顺利 有vos岁你们一定要加ե 短期打破 小独曾志ль 更坚王 感谢观看